上课的要点,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主要是什么? 主要我们是论坛部分 一样我会把它放在每一次上课的论 那今天的话是第四次上课 所以前面三次上课的话,第三次上课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讲到有关4回圈部分 到那个里面会用到像break跟continue这两个叙述 这两个叙述蛮重要,break特别是回圈里面如果你要强制跳里的话就是break 你for也可以配合break,然后你fire也可以配合break,尤其是fire 因为fire有点像是油门踩下去,它不会停 但是你在回圈里面加一个break的叙述的话,它就会停下来了 ok,那再来的话呢,这个for回圈,我们有跑旧的画表等等的相关的练习 然后呢,最后输出三角形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个for回圈改成画回圈的话,基本上只要改三个地方 因为第一个的话,画回圈它没有初始值 所以你必须要在前面加一个初始值给它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的条线就加在fire后面 第三个的话就步进,它会自己有没有,这样for回圈最有个step1 自己动加1,但是后来回圈没有 所以你要是把那个变数,i的值要加1 i等于i加1,这个要自己加一下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所讲的,所以细节部分的话,请各位也可以参考 要云端白板的第几单元呢?第三个单元 回圈资料结构与制定函数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接着继续来看这个练习题 所以上礼拜呢,当然请各位就是刚刚讲那个坏回圈在这边 OK,比如说坏回圈怎么改 比如1加299,特别注意,就我刚刚讲三个地方不一样 初始值要加i等于0,那这个是条件加在这个后面 OK,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呢,i等于i加1 那你也可以写成i加等于1,这也其实就是i等于i加1 OK,所以会有三个地方不同,其他地方都一 所以每个地方,前面for回圈写过的呢 全部都可以改写成这个坏回圈 那像九指程法表,改写的方法也是一样,三个地方 我上个礼拜好像有跟各位讲到这一题 那今天的话呢,接下来就来看那个直数判断 所以上个礼拜呢,提到有关那个直数判断这一题 那所谓的直数判断的话呢 我上个礼拜好像有开一个prong,这边有个直数判断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输入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直行给直行的话 这个是九指程法表 这个是让这个 OK,那如果我今天呢,假如我希望 输入一个整数判断是不是直数 比如说55,enter一下,不是直数 它不是直数,因为它5跟11都能够被整出 那如果直行的话,53 比如说我说53,enter,是直数 因为它除了1,2到52之间呢 都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可以整出53的 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直数 那如果写成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我上一半有提过了 第一个,当然呢,我这边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realt等于0 意思就是说,realt等于0的话 0呢,我讲过就false false的话就,意思是不会被其他数整出 接下来的话,我写什么呢 让它输入嘛,请输入一个整数冒号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把它输入的这个53 怎么样,放到一个变数 所以前面会有个prong去接它 那但是因为53 input之后的话 它是53的字串 所以一定要加int 去把它转成53的数字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跑回圈了 回圈里面要有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能不能被其他数整出 整出的话就是什么,百分比嘛 OK,所以里面的话就跑 回圈范围从2开始 所以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呢,基本上从2开始 到这个prong的这个数字53 那因为这个是结束不会执行 所以应该跑到2到52就停下来了 OK,53是停止的位置 所以它会跑回圈的话就跑2到52 OK,这个范围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回圈里面做什么呢 做一个逻辑判 如果这个prong呢 假如说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产生的值 比如说除以2 能不能整除 整除就等于0 OK,所以以后能不能等于 有没有,这前面也讲过嘛 奇数偶数的那个判断 也是可以 那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什么呢 如果它能够被整除 表示它就不是了 所以不是的话呢 我们就怎样 把这个result把它等于1 等于1的话就是 它就被其他数整除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 是跟不是的话 那当然呢 相对的如果它跑完之后 有没有 它都没有被其他数整除的话 那这个result就是保持为0 所以透过0跟1 做逻辑判断 所以底下的话 会多一个逻辑判断 if什么呢 if result 有没有 那你会想说 result其实应该 写的话应该想 等于等于1才对 或等于等于true 这样写 意思说如果呢 它被整除了 我写1 那写1 可能会比较OK 可是实际上 if后面呢 其实加一个true就好了 那你不用这么 当然你写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说呢 实际 程式的精简 你就写一个result 不过如果你怕说 有时候有些写法 大家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写你比较习惯 看得懂的方法 OK 好 然后呢 那就print的是直数 反施就不是直数 不 如果它能够被整 那就不是直数了 反施 那就是直数 因为它都不能 没有修改这个result的值 OK 应该可以看懂程式吧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边是一个回圈 就是把2到 那个输入值的前一个 看看能不能 这个被整除 OK 如果是就变更result的里面的变数值 如果不是就以保持原来的0 OK 然后就print的结果 不过呢 跟各位讲一下 像这样的写法 其实程式好像有点 有点好像感觉怎么样 好像多了一个判断 结果同学说老师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 这个程式再简化一下 如果我不需要result 那是不是可以让它再更简短 对 其实这程式 这种是标准写法 可是如果将来 一般习惯这样 写完之后 我们会想说 能够让它更简单 更简化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什么呢 reel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写法 怎么样呢 我就把它删掉 那这个的话呢 也不要 那理论上 它应该什么 如果它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它就是什么 就不是直数了嘛 有没有 OK 那 反之的话呢 其实特别注意 else OK 那特别注意 else的这个地方 之前跟各位讲过 if 会对应到else 其实 file本身 也可以对应到一个else 也就是你跑完之后 剩下来都没有做什么事的话 你也可以有一个else 所以这个else是对应到for的 也就是说全部跑完之后呢 也就是说全部跑完之后呢 那假如说它不是直 相对的它就是直数 OK 所以这个else是对应到for 所以如果要把成事精简的话 你可以改成这样 那我们跑一下给各位看 基本上 假如输入一个53 53 53跑完之后呢 应该它不会进到这边嘛 所以它不会print 所以就会是直数 enter一下 是直数 那再来的话呢 我再输入什么 55 不过55 会不会有问题 你会发现 它5能够整出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11也会不会整出 OK 所以你会发现直行会怎么样 55 enter会怎么样 不是直数 不是直数 然后呢 又是直数 为什么 因为它跑到这边 跑5嘛 整出了 所以它输出一个不是直数 然后11又不是直数 那全部跑完之后呢 又会执行else的这个逻辑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这里的话 只要再加一个东西 就OK了 什么呢 我刚刚讲过 一个叙述 对 就刹车 因为你已经跑完了嘛 所以你跑完了 也就是你跑不是直数之后呢 下面这两个都不要了 所以记得哦 假如你写成这样 你只要写一个brake 好了 不是直数就好了 反正你不管你被哪个数 整除了 那你就不是直数了 管 管你是被2 被3 被很多很多数字整除 那反正我就算 已经有一个 就算了 所以你可以break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执行看一下 55看看 enter 不是直数 那是直数一定也是正确 所以这样的写法 跟刚刚那个写法 你会发现 至少就少了好几行程式了 那哪一个OK呢 其实跟各位讲 看得顺也都OK了 只是我们的习惯怎么样 我们先写出来 也许复杂一点 没关系 但至少可以run 剩下来就会想要把它改简单 不过有的时候 反而也不一定要说 为了要把它刻意改的简单之后 变成自己都看不懂 那就当然不是一种好的写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我的那两个写法 通通在云端上面都有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 第一种写法是写这样子 有没有 有reload 有没有 这个有个reload 然后 第二种写法的话 有没有 这个reload 然后后面再去做 做那个 一幅的判断 有没有 那另外的精简写法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写法大概 大概十行程式吧 OK 然后底下它是七行程式 OK 那画面请 画面切换给各位 第三单元 记得 我这边第十四页的地方 第三单元的十四页 试一下 最好的话 可以的话 就自己从头把它打到尾 那如果不行 没关系 你先从云端上复制贴上 贴上可以run之后 你再把它delete掉 如果你可以delete掉重打 OK 那保证你真的学会了 那如果 假设你公益还不到 也许你就delete了 关键的地方 可能像有一些 回圈的地方 你把它delete 其他就保留 没关系 反正呢 如果你要把程式学好 那不外乎就是第一个人要 第二个要熟练 OK 不是说用眼睛看 最怕的同学就是用 写程式用眼睛来写程式 眼睛写程式 我跟你讲永远写不出来 有同学就只用眼睛看程式 我觉得这怎么可能 哪那么厉害啊 OK 当什么时候你会写程式 就是你愿意动手去写它的时候 OK 你把它写出来 然后呢 真的了解并且懂得去变通 那表示你真的是懂这些程式 不用死背 但是尽量就是用理解的方式 那将来如果你要去处理别的东西 你也可以顺着你的逻辑 把程式写出来 那才有办法做应用 这翻 请各位尽量试一下 把这个直处判断的这个范例 稍微再撰写一下 那跟各位讲 这直处判断 无论是用C语言 C++ Java VB VBA 任何语言都写得出来 而且这一题也是一般像那个一般考试 像国家考试 像证照考试最喜欢考的 就考的 因为大家都懂什么叫直处判断 OK 如果哪一题 甚至有以后如果你们要去一些相关的公司 做一些interview之前 也许他就来个test 给你个题目吧 你帮我写一下 你说你会python 好吧 我就出一个python题目给你 你帮我写一个 这个 直处判断的python程式 对 如果你写得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会了 OK 试一下这个部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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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